大批警消围着卡在铁丝网旁的轿车 使劲把车往上抬 几名壮汉依旧般的好吃力 其他远警又在加入帮忙抬车 因为车底下又为老汪被押着 惨遭拖行 救护车赶到现场远警忙着交管 直见伤者失去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紧急抢救 民众惊吓为观 直呼提上鲜血淋漓 触目惊心 怎么也想不到 3号早上11点多 60多岁老汪只是去市场买个菜 却遭遇很火 开着银色轿车的事 74岁脏姓老汪要下南港红道桥时 另一名64岁丁姓老汪 正好骑脚踏车要上桥 双方发生碰撞 单车老汪连人带车碾轿轿轿车 由于车辆左前轮被卡住 车子一路向右偏移 最后直到撞上停车场铁网 才挺了下来 老汪整个人惨被拖行超过10公尺 虽然送医后恢复呼吸心跳 但老汪至今昏迷指数3 还在加护病房 卖菜惊悚招车碾压托刑 照应照折为何 警方还要追查理清 记者陈建安 黄玉兰 台北参报报导